国租和国力的增强,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了中国旅游,甚至扎根在中国,在中国娶妻身子。 比如广州就生活着数十万黑人,但是你知道吗? 我国上海也定居着十万日本人,而且都是女性。 有人就好奇了,这些日本女性为什么定居在上海,又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? 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,而且上海和日本离得很近。 所以日本人来中国的首选城市就是上海。 日本女人是相当贤惠的,结婚后往往会辞职在家,专心照顾老公和孩子,过上家庭主妇的生活。 但是有很多比较独立的女性,不想过这样的生活,享有自己的一番事业。 在日本传统观念里很难获得自由,她们就来到上海打拼,怎么舒服怎么来,活得很自在。 那么她们靠什么生活呢? 其实上海有很多中日合资企业,她们可以干一些翻译,对外贸易的工作。 这样的企业工资一般都不低,可以保证她们过上很不错的生活。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